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台湾的朋友都知道九份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喝的好用的都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从猫村呢离开之后呢 其实只要拐一个弯之后大概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来到九份了 今天呢够台湾为大家介绍许多在九份呢 比较有特色的点啊 甚至于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民宿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咯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它叫做九重丁 那在我身旁这位就是九重丁的老板娘 那我们要问一下老板娘 这个九重丁啊它的这个经营的特色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间主要就是比较算是复合式的 就是有结合楼下有结合一瓶就卖那个木鸡 可是它对下面是木鸡点 然后这个楼层是餐厅 然后上面是民宿 那我们上面在上面一层还有一个景观餐厅 所以这边吃的住的然后用的都可以买得到 刚才呢我要进门的时候 看到你们有个banner上面写一波二十 这样子是不是也有提供这样子的东西呢 有我们就是固定有一个早餐 那如果参加一波二十的话就是 还有可以用晚餐或者隔天的午餐 让它选一个 有的客人到的 就是一个早餐 或者他入住的晚餐 那有的客人他可能到的时间很晚了 就可以改隔天的午餐 对 那我们有两套让他选择 一个是这个就是猪头发 那等一下你还会看到一套是猪油面线 那他可以选择 所以这也算是风味餐 对对对 那一波二十再加住宿 这样子好像会比较贵吧 不会很便宜 多少钱 我们平日的话一个人只要八百八十 哈 两人同时 对 一个人八百八十 八百八十元 对 根本不到一千块 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消费得起 所以我们那个家会蛮经济的 对 那应该是订班了吧 我们一波二十的那种病房率蛮高的 嗯 不过是平日哦 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吗 对对对 那假日一样就是你一样可以来住宿 但是就是只有提供早餐 对 这样也很划算耶 Oh my god 在九重丁里面啊有两间的房间啊是住宿率最高的 我们在其中一间它就是所谓的景观房 对 那老板娘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间的风格就比较那种巴黎岛风 巴黎岛风味呢 就是会让你住进来的时候比较放松 对感觉好像在Villa的感觉 而且呢其实你们这边你看像这一面也都看得到外面九份的风景 还有这一面也是 还可以看到那个是不是海港吗 这边对它是瑞宾 好漂亮哦 你们运气很好今天都没有起雾 是哦 对九份常常起雾 一来无疑要常常起雾 有时候你想看都不见得看得到 对 然后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房啊根据特色的是在他的厕所 因为呢他的浴室里面啊配备可以说是属于总统级套房的配备 对对对 就是你们说包括如果太冷啊要进去浴室里面起床 可以先软房 先软房哦 对对 因为它可以让那个空气就是可以恒温的调整 对对对 然后包括连他们泡澡的地方也有一个恒温的设计 就是那个那个龙头对那个是温控的 然后你要几度就几度 还有暖马桶 对对 那个还可以洗屁屁的啊 那马桶是洗屁屁的啊 太战了 在我面前这两款冰品呢是我们老板娘极力推荐的 其实来酒饭不一定只要是偶尼哦 你现在有最新的选择 然后老板娘你非常自豪这两款冰品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我的右手边这个是芒果冰沙 芒果冰沙的话我们都没有加一些那种添加物 纯粹就是用那个艾文芒果 哇艾文芒果很好耶 艾文芒果下去打 对没有再加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吃到的是那种很 也有果粒 对对对 就是实在的果香味 对对对对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这个是花生冰沙 哇 花生冰沙 这个一般在外面可能不容易吃得到 这种花生冰沙 好像没有 就吃过那个花生冰淇淋 对对 这个你现在这样有没有闻到那个花生的味道 有耶 我在这边都闻得到 那我可以品尝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试一下 既然是他们的特色 而且听说很多人啊 都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吃他们的芒果冰沙 还有那个花生冰沙 不会太甜 不会太甜 对 而且真的 我们就是芒果的那种甜味 本身的甜味 你没有另外在加了一些 没有另外在加了一些 有的没有的 对 我觉得整颗芒果都塞在我的嘴巴里面 而且那个好浓郁的芒果的味道 好 这个脸会很奇妙 花生 很香 哇 oh my god 我好像 真的是 真的是把整颗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泡在花生粉里面 好好吃喔 刚才整颗新鲜的花生拿下去打的 这个 这个不是用新鲜的花生下去打的 对 这个 这个的话我就不能跟你讲怎么在做的 它是个秘密 对对对 因为是他们这个粥牌的 对对对 好好吃 oh my god 好好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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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